为什么要听这本书 了解亚马逊公司的发展历程 各位好 这里是路上读书 我是相鹏 你知道现在的世界首富是谁吗 估计不少人会说 比尔盖茨呀 毕竟他已经连续很多年身家排名世界第一了 还有人可能会说是沃伦巴菲特 没错 这个在投资上很有一套的人称古神的老爷子 显然已经比盖茨更有钱 不过很遗憾 他们都不是正确答案 世界首富另有其人 他就是杰夫贝佐斯 在2018年3月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中 贝佐斯以1120亿美元的身家 第一次登上首富职位 乍一听这个名字可能反映不过来 这人谁呀 很有名吗 但要说一个公司的名字 你肯定听过 那就是亚马逊 而贝佐斯就是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 不得不说亚马逊是一家很传奇的公司 别看他现在的市值高达7600多亿美元 妥妥的能排进全球上市公司的前三名 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创办的时候开始 曾经连续亏损了20年 直到近几年才开始盈利 但净利润也远远比不上其他巨头公司 可是顶不住大家都相当看好他呀 在股票市场 要想知道投资者对一个公司的认可度和追捧程度 就看该公司的市值能达到年利润的多少倍 也就是市盈率 比如苹果公司的市盈率是17倍 微软和谷歌的市盈率是60倍左右 而亚马逊的市盈率竟然高达200多倍 你说这不是奇了怪了吗 亚马逊不就是个卖书的网站吗 明明他看起来不怎么能赚钱呢 怎么投资者还那么追捧他 愿意给那么高的估值呢 是什么道理呢 别着急 今天我给大伙带来的这本书一网打尽 就能让你深入了解亚马逊为什么这么厉害 本书作者跟贝佐斯相识多年 他近距离的采访了亚马逊的高管 员工以及贝佐斯本人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亚马逊 解密他非同寻常的成长之路 听完这本书 相信大家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说亚马逊不仅仅只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店呢 第二 亚马逊跟沃尔玛 谷歌 还有苹果公司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第三 是什么让亚马逊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呢 抓住了互联网的机遇 世界最大的书店就此诞生 让我们把时间回到1985年 当时杰夫贝佐斯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书 在一堂天体物理学的课上 他第一次听说了互联网这个词 当时他可能怎么都想不到 几十年后 他将成为全世界鼎鼎有名的互联网巨头之一 大学毕业以后 贝佐斯加入了华尔街的消市公司 这是一家充满创新活力的量化对冲基金 在创始人戴维肖看来 肖氏是一家技术公司 投资只不过是技术应用的一个领域而已 这种观点对贝佐斯的影响很大 后来他自己也经常说 亚马逊是一家技术公司 而不是一家零售商 1992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浪潮扑面而来 肖氏公司也选择进军这个新领域 还围绕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问题 提出了不少超前的商业计划 贝佐斯已经是公司的核心员工 自然也参与了这些计划的讨论 其中让他特别感兴趣的是 一个叫做万货商店的计划 不过他觉得 若想把什么都放到网上卖 还不太现实 而是应该有所侧重 他提出最好只卖图书这一种商品 为啥呢 书的成本低市场大 而且同一本书在哪买都一样 用网络购物的形式更容易被人接受 更重要的是 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大型书店 只要和书店谈拢 网上书店马上就能开张发货 实际上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网上书店 但服务质量和口碑都不行 贝佐斯就想 既然这个领域才刚刚起步 自己为什么不去当一个探索者呢 他越想越觉得 在网上卖书有前途 又不甘把这个机会留给销氏公司 只有独立创业 才能真正实践自己的想法 于是1994年 贝佐斯从销氏公司辞职 还带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 一起在西雅图创立了亚马逊公司 要说亚马逊这个名字起的也很有讲究 大家知道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 它的流量要比其他任何一条河都大上好几倍 贝佐斯相信 亚马逊公司将来肯定会超越巴诺书店 银格拉姆书店等等这些传统的大型连锁书店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店 你听听 贝佐斯的野心够大吧 那他的创业经历究竟如何呢 咱们接着往下听 不得不说 贝佐斯在1994年那会选择辞职创业 绝对是一个正确到不能再正确的决定 因为在当时互联网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新鲜了 好奇心挡都挡不住 每个人都想试试从网上买东西 结果亚马逊网站一上线就迎来了大量的用户 第一个星期亚马逊收到了1.2万美元的订单 可这对公司来说却是甜蜜的负担 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当时公司没有自己的存货 一般都是顾客下单之后 他们先去书店批发订购相应的图书 然后再把书送到顾客手里 整个过程一般需要一个星期 有时甚至得要一个多月 所以在这第一个星期 他们的发货量只实现了总订单的7% 就在所有人开足马力 努力完成订单的时候 雅虎公司给他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邀请他们到雅虎网站上开一个专栏 推荐一些畅销署 要知道雅虎当年可是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 这对亚马逊来说是绝佳的曝光机会 可是专栏一开 公司的用户和订单量就更多了 结果是亚马逊的每个人不得不疯狂的加班 一个个都熬出了巨大的黑眼圈 除了人手不足 订单的暴增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资金短缺 当初公司的运营资金几乎都是贝佐斯和他父母出的 充其量也就二三十万美元 不仅如此 订单虽然不少 但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原来因为贝佐斯坚持要做最便宜的书店 网站上挂出的价格要比书的标价便宜10%到40% 比批发价又高不了多少 利润空间相当有限 所以即便卖了很多数收入却不乐观 更糟糕的是还没人愿意给公司投资 由于当时亚马逊供货模式的问题 别看网站上提供120多万种图书 仓库里其实也就40本书左右 在投资者看来你这供应链分分钟会断啊 没戏 尽管如此 贝佐斯还是坚定的进行扩张 他相信 如果公司从用户体验出发 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优惠 就会吸引更多的用户 如此一来 不仅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运营成本 还能增加公司实力 拿到更低的批发价 只要用户量越来越大 成本越来越低 最终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虽然这个过程一开始会很痛苦 但之后会越来越顺利 就好比要转动一个静止的轮子 开始肯定要花很大的力气 可一旦它转起来 你就会越来越轻松 轮子也会越转越快 以至于停不下来 这就是贝佐斯提出的飞轮理论 当然了 光凭低价策略肯定不够 接下来亚马逊又推出了很多新功能 新服务 个性化推荐用算法颠覆传统的零售业 如果你喜欢网购 可能会在各大平台上 发现系统给你推荐的商品 标着你可能会喜欢 或者大家都在看之类的提示 实际上 这都是当年亚马逊玩剩下的功能 亚马逊网站上线还不到一年 就推出了个性化推荐 虽然当时还没有大数据技术 但因为亚马逊只卖书 推荐起来还算比较容易 根据用户之前的购买偏好 网站会直接向他们推荐同类书籍的清单 而这些清单大多数来源于那些 跟他们口味相似的用户的买书记录 另外 网站还会记录下用户之前搜索过 但还没有出版或者暂时缺货的书 等有货了就推送给他们 除了利用网站本身的数据进行个性化推荐 亚马逊还尝试跟其他网站合作 在页面下方放一些其他网站的商品链接 比如有段时间 亚马逊就用一种关键词匹配的算法 在商品页面上加入了一倍网的拍卖链接 事实证明 个性化推荐这个功能不仅史无前例 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让亚马逊的销售额马上就涨了好几倍 由此可见 把互联网和零售业结合起来 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 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商店 最多只能判断整体的市场形势 而不能具体到每个顾客的个人偏好 更别说根据这些个性化的特征 进行针对性的广告营销了 因此 过去的百货商场在发优惠券的时候 只能发一大张 上面什么商品种类都有 让大家各取所需 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 商家却可以做到精准的满足用户的个人需求 所以说 电子商务的出现不仅仅给消费者提供了一种 新颖而方便的购物形式 更是颠覆了传统的广告营销方式 这种优势让传统零售业望称莫及 而亚马逊作为电商的先驱者 正好就站在了个性化推荐的制高点上 急速扩张 减仓储物流系统 我们之前说过 亚马逊早期的供货模式 有一个明显的缺陷 那就是几乎没有自己的存货 导致送货周期拖的比较长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一种优势 你看 亚马逊只有一个网站 一个仓库和一份存货清单 基本没有什么固定资本投入 项米之下 投资回报率非常高 因此 亚马逊后来还是成功吸引到了几个投资人 并在1997年顺利完成了IPO 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了超过5400万美元的资金 可是话又说回来 亚马逊一直没有自己的仓库 也不是个事 毕竟能不能按时发货 还要看别人脸色 那还谈什么改善用户体验呢 于是公司成功上市 口袋有了点钱之后 贝佐斯就开始琢磨着 建立一套自家的仓储物流体系 但问题是 原来的团队里 没人有搞物流建仓库的经验 怎么办呢 贝佐斯开始到处挖人 先是从连锁超市巨头 乌尔玛的物流部 挖来了十几个员工 又从苹果 微软等公司招揽了几位高管 对这些新加入的人才 贝佐斯非常器重 不仅给了他们充分的权力和发挥空间 甚至不惜架空或者辞退那些 最早跟着他一起打拼的老员工 1990年代末那会儿 互联网泡沫越吹越大 亚马逊也迷失在市场的狂热中 大笔的融资激进的搞扩张 1998年到2000年初 亚马逊连续发行了三种债券 总共募集了22亿美元的巨款 有了这么多现金在手 贝佐斯大手一挥 一连开了五家现代化物流中心 他还启动了一个叫亚历山大的计划 出版社只要发行一本书 公司就马上预存两本 保证用户能在网站上买到想要的任何一本书 与此同时 亚马逊也开始扩展业务范围 1998年秋天公司着手开发音像制品市场 总体目标也从世界最大的书店 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经营图书 音像以及其他商品的网站 仿照亚历山大计划 贝佐斯还提出了一个更有野心的 法歌计划 想把世界上能买到的所有商品 都在物流中心存一份 这些计划的初衷当然都是为了提高用户体验 因为可以保证及时供货 如今的亚马逊的确也是这么做的 但在当时的背景下 确实操之过急了 因为那会儿公司的规模还不算特别大 现金流状况不够好 而且网购也没像现在这么流行 如果真这么做 很可能大部分商品会积压在仓库里 所以这个计划最终也没能顺利开展 后来为了节省开支 公司的五家现代化物流中心 关掉了两家 虽然亚马逊刚开始自建物流体系的时候 步子卖的有些大 出了点问题 不过到今天 亚马逊的物流已经是相当出色 不仅在送货的速度和范围上 保证了用户体验 而且也最大限度的压缩公司的物流成本 像国内物流做的比较好的京东 很多服务和管理方法也是从亚马逊那儿学来的 为什么亚马逊的物流体系能经受住市场的考验呢 答案就是技术 我们之前讲过亚马逊利用算法实现了对用户的个性化商品推荐 实际上他们控制分销用的也是类似的技术 公司的技术团队和运营团队紧密配合 管理者从供应链到网站的所有环节 为了把旅行订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公司甚至干脆把物流中心改名叫订单旅行中心 时刻提醒自己 并且开发了一套算法 能快速分析大批量的订单 得出最快捷最便宜的分减和配送方式 从而大大提高物流系统的效率 不仅如此 亚马逊还在运输配送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新服务 比如2000年和2001年的圣诞节期间 亚马逊对订单金额超过100美元的顾客进行免费送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包邮 结果包邮服务不仅大受欢迎 还让销售量大大提高 于是在2004年贝佐斯决定 索性把免费送货作为公司的一项招牌服务 永久的推行下去 可是财务部的人一听 当即反对 这开销太大了 他们跟贝佐斯建议 不妨学学航空公司 把用户按照对价格和时间的敏感程度 分成三种类型 有差别的提供服务 对于普通的用户 就按照原来的运费标准 对于在意价格而不怎么在乎收获时间长短的用户 推出包邮服务 而对于急着要收获 却不怎么在乎价格的用户 就让他们成为prime会员 每年交一笔79美元的会员费 prime的意思就是优先 一旦成为会员 用户的每一笔订单都会被优先处理 保证下单后两天内就能到货 不得不说 这个做法非常有才 你看 免费送货本来是个赔本买卖 但如果放宽了时间要求 就不用急着发货 等货车有空地方再塞进去 也就不会增加额外的运输成本 至于prime项目 虽然会员费债一看有点少 但要是用户一年多下几个订单 公司承担的运输成本可能远远不止79美元 公司恰恰就抓住了人们的心理定势 觉得交了会员费 不买就亏了 于是就对亚马逊更加依赖 消费的更多 不过对于野心勃勃的贝佐斯来说 只是买卖商品和提供送货服务 又怎么能让他满足呢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 亚马逊开始把触角 伸向更广阔的创新领域 咱们呢 接着往下听 顺应数字化潮流 Kindle改变阅读方式 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1971年 当时离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 已经过去了25年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小伙子 在用电脑的时候 突然灵光一闪 他想 人类几千年文明 积累下来的书 好如烟海 要是能把它们都数字化 储存在计算机里 不就方便多了吗 于是他发起古登堡计划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图书馆 不过那会儿的电脑体积还太大 没法随身带着看电子书 等到了90年代末 有了小巧玲珑的手机和掌上电脑 这才给移动电子阅读设备的出现 带来了可能 1997年 美国新媒体公司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电子阅读器火箭书 为了给自己的产品在图书出版界开录 他们还来跟贝佐斯取过精 说起来 新媒体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丁·艾伯哈特 虽然看准了时代的发展趋势 但缺了点打拼的闯劲和魄力 由于担心互联网泡沫的问题 他在2000年就早早的卖掉了公司 火箭书也很快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对于火箭书的失败 贝佐斯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他相信 电子书将来一定会是人们主要的阅读形式 但同时他又感到庆幸 没有了火箭书 他以后做电子书业务 就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到了2003年 苹果公司开始发展音乐数字化业务 通过推出 ATUS音乐商店便携式音乐播放器iPod 一举超过亚马逊 沃尔玛和百思买等公司 成了美国顶尖的音乐零售商 这让贝佐斯压力山大 他知道 亚马逊想要在新时代的图书领域 保持领先和发展 就一定要尽快拥有自己的电子书业务 否则就很容易被淘汰 就像苹果公司吞掉CD零售行业一样 事不宜迟 就在2003年 亚马逊开了电子书店 用户可以购买电子书文件 下载到电脑或者掌上电脑里阅读 然而才不到一年 贝佐斯就叫停了这个业务 因为他不喜欢这种只卖电子书的运营模式 而是想开发一款自己专用的耗电D 适合长时间阅读的电子设备 可是贝佐斯的这个想法遭到了亚马逊大部分高管的激励反对 你想呀 亚马逊主要的技术力量在于软件 如果要制造一款设备就必须要做硬件 开发硬件不仅复杂还很烧钱 对亚马逊来说无疑是个麻烦事 但贝佐斯偏偏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在他看来 公司必须把快捷的数字服务和时尚的硬件设备结合起来 才能给用户带来最佳的使用体验 就这样 经过几年的研发 2007年亚马逊正式推出Kindle电子阅读器 它的重量只有300克 却可以储存200本书 而且采用了耗电D 不伤眼睛的电子墨水技术 还提供免费的3G网络服务 让用户随时随地可以看书 结果一经推出 Kindle立马就成了抢手货 可以说Kindle的诞生 翻开了亚马逊发展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 直到现在提起电子书 很多人马上想到的还是Kindle 在封锁中突围 创新才是亚马逊永恒的追求 虽然我们看如今的亚马逊 会觉得他简直是上天的宠儿 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互联网的机遇 不管做电商还是电子书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再怎么厉害的公司 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亚马逊当然也不例外 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 他也遭遇过不少的阻碍 最开始亚马逊把书店 从线下搬到网上 就侵犯了那些传统大型连锁书店的利益 自然会招来不满 比如老牌的巴诺书店 就告亚马逊 说你们自称世界上最大的书店 你们根本就是虚假宣传 欺骗消费者 结果差点让亚马逊没法上市 后来亚马逊拓展业务范围 开始卖图书以外的商品 又抢了超市巨头沃尔玛的生意 而且为了见自己的物流 还明目张胆的挖沃尔玛的墙角 沃尔玛忍无可忍 告亚马逊窃取商业机密 从此一直跟他明争暗斗 咱们一开始提到 贝祖斯向来认为亚马逊是一家技术公司 而不是零售商 所以从来不把这些零售行业的对手放在眼里 虽然在初期 亚马逊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商品买卖的差价 但这不是重点 公司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增加盈利 而是给用户提供足够低的价格和足够好的服务 举个典型的例子 亚马逊的网站不仅让其他零售商入住 还允许他们挂出比自己还要低的卖价 有些高管曾经对这种做法很困惑 这不是把自己的用户往外推吗 但贝佐斯却说 公司首先要考虑用户的利益 让他们能买到尽量低价的商品 如果有人能卖的更便宜 那就让他们去卖 我们之后再研究别人的价格 为什么能这么低 借鉴过来改善自己的运营 那么在贝佐斯眼里 谁才算得上是亚马逊真正的竞争对手呢 当然就是像苹果和谷歌这样的技术公司了 我们刚才说过 2003年 苹果公司开始做音乐数字化 刺激了亚马逊 赶紧开发出了电子书阅读器 到了第二年 谷歌公司也给亚马逊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由于越来越多的用户直接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上搜索亚马逊的商品链接 亚马逊不得不到谷歌上打广告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 亚马逊开始设计自己的搜索引擎 让用户不仅可以搜索具体的书名 还能搜索书里包含的一些短语 除了追赶竞争对手 亚马逊也没忘了开辟新的领域 比如在2005年 亚马逊开创性的推出了一个群体重包服务平台 叫土耳其机器人 人们可以在上面发布悬赏任务 找到廉价劳动力 也可以领取别人的任务 利用零碎的时间赚点小钱 不过这个平台更重大的意义在于 可以让计算机工程师们省失省力的找到一大批人 做一些数据标注的工作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计算机本身看不懂天气 需要人来标注什么样是晴天阴天暴雨等等等等 类似的数据多了 计算机就能自己找规律 判断也会越来越准确 正是有这批人的工作大基础 后来的大数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 才有了发展的可能 听到这 大家应该明白 为什么亚马逊在盈利并不突出的情况下 还能获得很高的估值了吧 关键就是公司在云计算和云服务领域的领先地位 让投资者对他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回顾亚马逊二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贝佐斯这个领导核心起到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在九十年代初 互联网还不成气候的时候 他毅然进军电子商务领域 颠覆了传统零售业 到了九十年代末 他毫不留情地赶走了一起创业的老员工 给更适合公司发展的新人才 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 从而建立起一套卓有成效的物流体系 二十一世纪初 还有不顾其他人的反对 坚持推出Kindle电子阅读器 颠覆了整个图书出版行业 改变了几亿人的阅读方式 在最近几年 他当年布局的云计算服务 更是开始取得丰厚的回报 让亚马逊足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笑傲江湖 未来的亚马逊 在强势铁血 又富有远见的贝佐斯的领导下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一网打尽这本书呢 就跟大伙分享到这儿了 别忘了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感想 路上读书 你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湘鹏 我们下期再见